9.5后小花也翻车,一直有着小张百只称号的宋祖儿,近日被前经纪公司员工举报偷税偷税高达4500万人民币,也为着他的收入至少上一年。 事件爆发后,网友们一阵唏嘘和哀叹,相关品牌和合作卫视也纷纷删除其相关动态,分杀的终身算是正式敲响。 与此同时,因为抢导众人推,他的黑历史也被曝光,诸如面对自然灾害台风,他使用了欢送这样的字眼。 被网友批评没有文化,早年他还曾被狗仔拍到深夜醉酒脚踢路人,当时工作室解释称只是朋友间相互玩闹,如今也被翻出来当事人发言,称自己确实只是路人,被踢真的很无辜。 除此以外,最引发热议的,应该还是他与表姐舒畅之间的故事。 众所周知,宋祖儿是同心出道,哪吒是他的经典角色,而他同心出道时正是和舒畅同个班地。 出演宝莲灯,舒畅早年在圈内咖大名气大,宋祖儿也称呼其为表姐,蹭过一段时间,方便打开知名度。 然而近些年舒畅逐渐示威,变成了整容脸直播带货的过气明星。 宋祖儿在一次采访中又直言两人指示同事关系,并取关对方。 这样的行为也引起舒畅的不适,这次宋祖儿事发,舒畅变发美照,疑似内涵有大事发生。 宋祖儿作为九五后小花中正当红的一位,影视资源可以说好的爆炸。 一方面大家感叹着明星的贪得无厌,另一方面也替他接下来几部带播剧感到惋惜,都是大IP、大制作。 其中最具期待值的折腰,更是引无数剧迷痛心疾首,现在只能期待剧风补拍或者重拍了。 除此以外还有无忧度艰难的制造和阅读课,即不古装剧和年代剧。